金山甘薯以香甜松棉不软烂为知名 深受民众的喜爱 近来气温温暖 首批甘薯苗栽也到了金山 在六谷平原上的甘薯农也开始种植 而恰好在美人山下性情弯腰种甘薯的景象 也充分地展现了六谷农村的风光明媚 六谷里长是我们每次都关心我们这个地方的政兰寺 这个都我们每次都先来看阿菌和乞丁 我们的乞串都来蒸 看我们这些是甘薯苗栽 甘薯苗栽 这个是甘薯苗栽的 今年三月底首批苗栽就到获 好天气种下之后刚好也碰上周末的雨室 为刚种下需要滋润的甘薯苗带来充足的水分 而除了种植甘薯的固定斑底 六谷平原上也有了返向的年轻人 号召今年要重新在家乡的土地上种下甘薯 目标是种下两万层的甘薯苗 我觉得这个梧化就是种甘薯苗 如果老年的话就越来越少人种 所以就想说回来帮忙家里装忙 然后下去学习 所以这是你第一年 对啊我第一年种 那感觉怎么样 累吗 不会累啦只是就是学经验 春丸发开季节 还是说我们六谷种植地瓜的季节 大家都知道每年四月份就开始蒸汉籍 八月份八月份就修行 所以说古代人说出世不怕落土 鸡盘开季节 带来团 我们大家有这个 那些的一经生 带来相传 金山种植甘薯的季节也在首批甘薯苗的 道货宣告开跑 而里长也走访各田区来关心种植的状况 与农友一起许下藩薯不怕落土烂 只求枝叶带来传的生生不息 接下来将耐心等候120天的生长期就可以采收 预计在今年的八月也将会迎来大丰收的金山甘薯剂 记转品和金山采访报道